这个法门的神庙 迫近一切西论 这句话就说得重啊 真话不是假话 一切西论是说什么 不是说世间的 一切诸佛菩萨 说经研究 全是西论 哪有这么麻烦的 一穿一套佛不就成佛了吗 还搞这灯干什么 这句话不容易啊 那为什么 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弯路 这条路是迟路 呦 弥陀要求 为持明 法门深妙 破尽一切西论 斩净一切意见 为罢名 龙叔 智者用名之流 彻底 彻底 核弹的去 这把上根呢 引出来了 马民龙叔 马民龙叔 这是古印度的 宋斯达德 传记里面所记载的 都振得 出地的地位 这地位高了 出地菩萨 智者用名 这是中国的 智者大师 天才宗的祖师 用名言寿 是中国 净土宗 第六代的祖师 佛 应化而来 智者大师 是释迦牟尼佛 在来的 永明言寿 大师 是阿弥陀佛 在来的 敬宗这个法门 让他们这种人 才彻底 何单 就是承担 他才能成熟 不是一般人 这个法门的神庙 迫近一切西论 这句话 就是说的重啊 真话不是假话 一切西论是说什么 不是说世间的 一切诸佛菩萨 说经严教 全是西论 哪有这么麻烦的 一专门到佛 不就成佛了吗 还搞这灯干什么 这句话不容易 为什么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弯路 这条路是直路 只教你一句佛号 佛号之外 通通发现 多长时间成就的 弥陶经上说 若一日到若七日 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的 至迟名号 念佛往生的 一般都是三年 身到西方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得到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加持 你就是阿弥陀治菩萨 你不全通了 哪要那么多的时间呢 去学习啊 这是什么仁仆啊 谁能相信啊 马鸣龙叔 智者智流 他们能相信 斩敬一切意见 不准你齐心动力 哪里还有什么分别之处 斩敬一切意见 这是断烦恼 破烦恼障 破准一切西闻 是破所知掌 这一句佛号 你暗中障碍都破掉了 所以下面给我们说 盖音痴迷迷迷迷迷法 那致缘致敦 无上法 我们夜当深重 粗小的人 哪里知道啊 致是到了顶头了 圆满极了 任何圆教不能跟他比 圆中之圆 顿是顿超啊 顿中之顿 无上法门啊 他在八万四千法门之上啊 没有比他更高的了 能相信吗 能相信的人 那就是上根 不能相信的人 那中下根性 这句话是真的 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 故意深妙 难先知法了 全教小乘 很不容易接受 在我们夜班 就是知识分子 好学的一些 那都是章外 好学 所知障 有所知障 不能得定 开不了屋 妄想太多 所以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给我们做出样子 他十九岁 立家 外出参学 到三十岁 参学十二年了 十二年中 把印度所有宗教学派 里面所修学的那些经典 他全都修过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以后 传法的时候 让社会大众 有信心 释迦牟尼佛 不是一个 不学 无术之人 他什么都学 王子的身份 地位特殊 这大家相信他 在菩提书下 把十二年所学的东西 统统放下来 十二年所学 所知障 放下是所知障 修学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他过苦心生的生活 那是什么 那是破烦恼障 能把烦恼障 放下 这十二年所学的时候 又放下 把一切所知放下 烦恼障 放下了 所知障 放下了 这才能开悟啊 才能大车大悟 明显以借心 他那个表演 是给我们后人看的 我们必须要记住 师尊一生 师尊表演 跟我们看的 像唱戏一样 他在凡王经里 透露了身份 他这一次到这个世界 来实现做佛 是第八千次了 那换一句话说 他九元界就成佛了 那第一次当中 甚至于出家护法里面 全都是佛菩萨赛来的 来唱这台戏 他唱主角 其他的唱配角 表演给我们看的 为人一言说 这个舞台 就是他一生的行业 一生都在表演 让我们渐渐地 体会到四十正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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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